Hello 大家好 我是溜娃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板块探秘系列的延伸节目 和本地人聊聊吧 OK 之前溜娃的板块探秘呢 很多都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为了让这个内容呢 做得更加全面 这个栏目呢会特地找一些业主 甚至包括商户 来多维度多角度的聊 帮你了解一个板块 它的真实面貌 到底是什么样 适不适合生活 然后有没有潜力 是否推荐大家置业 租房和工作生活 那今天我们请来了 徐晶的一对业主 他们住在郡汉新城 交房已经露出小半年了 然后这位凯门 位于盘楼天地的商户 嗯 大家好 是盘楼天地 在盘楼天地经营着一家 属于自己的这个集合店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OK 我们这家集合店的名字叫 Echo Space 是面向社群的这么一家门店 我们这边分为三个业台 一部分是我们的零售集合店 包括我们的睡眠区 家居 还有生活用品 以及我们的餐厅 然后就是我们夏天 即将要开业的酒店 Cherry和Albus 你们也可以简单这样看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bus 我是在徐晶这边工作的一位 交互设计师 当时选择徐晶的这个楼盘 原因也是因为 我们就离我公司会比较近 他工作就比较远了 你可以来请他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我工作的地方呢 在前滩附近 所以我每天大概会有一个 半小时以上的车程去到我的公司 还是非常遥远的 是单程吗 单程一个半小时以上 一天的话 一天就三个小时过去了 那凯文你这家店什么时候开业了 是跟排龙天地开业的 对 我们是跟排龙天地同步开业的 是在二三年的五月份 这真的很有趣 RyuR是第一次尝试这样 因为我之前虽然采访过 但是只是跟单程的业主 是聊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 同时请到一对业主和一位商户 来同时的去聊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加视角 对 视角会更加立体 然后通过在这种聊天跟通照里面 其实我们也能跟深入了解 徐晶的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和本地人聊聊吧 我们正式开始 好吧 来迎接就完了问题 好吧 那首先当然是最基本的问题了 为什么埋在徐晶 刚才您也简单说了 是因为通勤的原因 对一部分的话是因为通勤这个原因 另外一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老家都是在宁波 这边的话 其实你上高速职业回宁波的话 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一个是通勤 对 然后也考虑到回家 对 这个交通便利 对 还有吗 还有的话 大家比如说 如果想到徐晶这边楼盘的话 一般说第一印象 可能都会想到天空之城 万个天空之城 然后可能会想到盘龙天地那边 但当时其实我们选择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之前第一次个名字叫做 俊散星辰 就积分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对 然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些 比如说小户型 就是一个工薪阶层 然后其实 而如果你真的要买房的话 是要掏空溜个口袋的 当时也是考虑到了一些 预算上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才选择了这个楼盘 其实像现在很多新房啊 它很少有做小户型的 所以能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型户型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最近这个板块 还有其他吸引你们的吗 之前逛街的话都会去 比如像像洪桥天地啊 然后这边现在 就是盘龙天地这边开了之后 其实当时也会都过来逛一逛 就对它一个熟悉程度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说实话像商业配套这边 徐晶这边大红桥这边 嗯 算是不错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我也很想问 都因为商家 嗯 那凯文你为什么当时 创业选择在盘龙天地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 非常有前瞻性 嗯 那也符合我们的选址逻辑 大的国际化社区 而不是在像市区这种 渣堆的地方 去做一家家旅其合点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觉得盘龙这边的 商圈也非常符合我们 包括最老的一些别墅区啊 以及四所国际学校啊 它都是我们非常向往的 自己的客群 就是你们觉得 徐晶这边会有你们的客群 没错没错 人流量也有一个基本的保证 对啊 毕竟是天地席 嗯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是 是位于大公交这样一个 交通说约有在 对对对对 当时就是 盘龙天刚开业的时候 非常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我们租房 还租在那个就是古北那一块 对对对对 就每天上班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会坐那个 就是二号线再转 呃十七号线 嗯 那时候的话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上海那些非常时髦 大爷大妈 早上可能八九点钟就开始 就跟着我们一起 记糟糕的分量过来了 那时候人流还是蛮高的 现在其实也是蛮多的 现在外面的就是这个 盘龙天地的街景啊 真的人特别同学族啊 是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个 人流量还有人气 满足你当时的运气吗 我们觉得这边的游客还是 游客量还是挺大的 那我觉得慢慢的 它会变成一个更加偏向 当地社区的人会越来越躲起来 毕竟现在的入住力 还是没有 完全包裹这个样子 所以目前还是 就是游客啊或者是来打卡的啊 或者是像什么大叔大妈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边的业主会慢慢的躲起来 然后跟我们这种社群店 会有更高密度的联系 嗯 听说啊 就是现在可能还是以打卡来观光为主 实际找到一些这个销售的收益 可能还有资产问题 嗯 没错 你记得吧 没错 包括最近几年的取经的楼盘 可能刚交付或者说还没有交付 对 其实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业主来说 是的 对 所以像军战行程里面上去 嗯 入住力怎么样 我们去去年大概9月份左右交往 觉得应该有个 百分之四五十五六十应该差不多 那现在你们住进来已经有半年了 那你们平时消费啊 逛街啊 会去哪边 一般来说可能会选择盘龙天地 然后逢宵天地 然后包括像万科天空广角 天空之城那个配套 那一个 其实都是还ok的 但如果比如说你要 还是比较想往市区去跟朋友见个面啊 我们一般来说会选择就是把车开到红桥天地 然后那边去停着 然后再做一个二号线出去这样 哦 对啊 一二号线很方便啊 就是它基本经过了上海主要的枢纽的一些中心 嗯 然后大概我觉得从红桥突发的话 你大概三十分钟就能到很市中心的地方嘛 对 而且我们装修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那红桥天地那边买了很多东西嘛 对 当时就直接把干成了那个就是黑金卡会员 所以每次去那边的话就直接约呢 就是VIP停车场 对 然后也是不太需要那个就停车会之类的 其实像日常的周末你们俩自己逛 比如像万古哥不管是万克还是红桥天地还是盘龙 嗯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像是盘龙天地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社区 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遛狗 其实也是很吸引我们来逛的一点嘛 那跟它相似的比如说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其实是一个亲子社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逛过 我觉得天空之城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儿童用品 它的周末人气也是居高不下 有时候找不到停车位的 那那红桥天地呢 那红桥天地算是比较老了其实 红桥天地的话其实你周末 如果稍微就比如说可能11点半12点钟去的话 一般来说是找不到停车位 对 当然就是因为我是VIP 所以说还是会选择那个方向 或者如果实在不行 VIP也被约满的话 你可以去停那个就是利保广场 利保广场 其实红桥那边有很多就是连城一片的商圈 还有利保广场 利保广场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 我感觉 利保广场好像很多人出差 短头出差 把车停到利保广场 对对对 然后高铁就高铁回来之后再马上开走 对对对对 很便宜停车 他甚至还有一个接驳车 把你接到那个就红桥火车上 是吧 他们为了商机 商机 你也一行 所以停车服务 你也一行 一些红桥那种生活小tips 对 大家可以如果是生活在那个 徐晶华可以参考一下 哎讲道理 说实话就是6R的板块赛密 时间可能已经很长了 可能一二十分钟 但是还是没办法聊到这么细的颗粒度 就是这么细的这个停车攻略 跟商场攻略 是是是在这边生活很久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啊原来有些商场我可以去免费停车 然后甚至你就可以出去 试试逛 好吧 这一派内容要加到我们正片里面 介绍给大家 爱丽给大家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密宝广场 警察会长辈 然后再问一下凯文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聊的 我其实也注意到排行天地 这边的客群 带小孩的 然后亲子的 然后中老年人 还有带宠物的 对 是的 都很多 非常多 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群体 没错 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多元化 对盘龙天地的商家来说 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觉得盘龙天地这边也有游客大巴 啊 载满了一波子游客 来到我们这边观光 那同时呢 也有周边的 家长大的小朋友过来 来亲子中心玩 那我们也有深入的 跟当地的居民去 去聊 当地的住户 不太愿意进到盘龙的闹市区 有一句比较贴切的话就是说 哎呀 我家的狗狗进去以后都要射空了 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 就不愿意扎堆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 他们给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比较明显的反馈 所以在我们店里的人 满多都是 比如说下午办公一会儿 或者是附近的这边上班的 来这边开个小会啊 甚至是这边也是国际化的大社区嘛 所以也有一些小的家庭聚会 带小朋友过来庆生 所以你们的业态 你看一些家居 还有一些这个餐饮咖啡 甚至包括外来的酒店 其实都是等定人才会 平常使用的一些业态 就想要在盘龙天地 比较多元化的一个商业街 去很好的经营 你的业态相对来说 比较多元化一点 没错 对吧 非常重要 这边的商业啊 不管是你满足自己的基础需求 还是说这个逛街家居的采买 对 包括一些个性化 比如亲子类 宠物类的一些一些需求 嗯 这种的感觉 对 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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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有一个端 就是你说到呢 国家会展中心 其实我觉得这是 它可能它最大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 说是阳点还好 还是痛点还好 就是它意有展会的时候 特别像比如说 明年年末的进博会 对 这边的交通就会非常 非常的堵 对对对 我没有经历过 我没有经历过 就是门口封了路 对 我们自己都开不进来 包括像我同事有可能 比如说从家定过来 开车过来 是他们来通勤 它的隧道就进化 可能会堵个半个小时 40分钟 然后大概就完了 是 也会有这种问题 对 那既然聊到 嗯 进博会 嗯 既然聊到那个展馆 嗯 那其实这个也是 大红乔的一个核心的 一个常舞区吧 嗯 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名片 我们很多人了解徐晶 了解大红乔 可能都是从那个进博会开始的 那国家会展中心 或者说进博会 这样一个大型的展会 给在徐晶的生活 带来的有些好处呢 我们先说好处 好处的话 就是可能徐晶正的一个经济 嗯 因为他们这么多人来 那也肯定一方面 比如说要拆旅 消费 消费 比如说要请有一些什么餐饮啊 之类的 这种东西是OK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对徐晶正一个 比如说招商 可能也是一个 嗯 那咱们觉得呢 对我们这块来讲的话 也是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窗口 嗯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过这一系列的发展 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 众所周知的打卡利 房价也得到了 提升 房价也得到了提升 然后呢 也成为了一个 嗯 在我看来是一个 比较年轻化的一个社群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些热度 但热度它肯定会有利有利 嗯 所以凯文觉得 国家会展中间会有个进步 会非常大型的赶会 嗯 它提升了热度 然后也给你带了那些 跟国外品牌的接下来的一些机会 没错 那你刚才提到的缺点 缺点就是首先 我们自己开车都开不进来 你找目标 对我们下班都不找家 而且可能这边施工的地方还是蛮多 嗯 包括像开车回来的话 其实路上也会有很多那种 什么炸毒车啊 工程车 嗯 灰尘 对吧 灰尘 一方面灰尘一方面造影 其实都会有一些 就是我记得我是三四年前 其实拍过一期大红小的大白餐厅 那个我来徐晶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啊 发生天地啊 就是一片土 哈哈哈 我听你讲过 然后我第二次来 嗯 基本上就已经见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钢膜速度 还是真的是比我想要比较快 非常棒 OK那徐晶这边的医疗跟教育 配套我们再讲 你们了解得多吗 医疗的话还真的没有特别了解 我就知道我们家就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医大医院 但那个的话应该算是一个私立的医院 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去看一些医生的话 华山医院那个一个敏航的一个分院 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也是一个大红小范围 对 大红小范围内 其实你基本上驱车或者打个车 都可以到的 整体的医疗的话 我觉得相对于上海一些比较市中心一些区块 可能还是降低要是弱一些 嗯 就是再发展 那还没有孩子吧 没有 那教育的资源有没有 教育资源 因为我们两个是想丁克的 所以说完全没有了解 哇 现在丁克的年轻人真的好多 是是 就我们小区那边 其实配套有那个就是 习近小学 习近第二小学 但我们其实都并没有特别了解 好 说我们去水师太小 哈哈哈 就是 其实作为一个新区 他学校的教育实力 其实也有在 有在一个吧 其实这个也符合我们的 对学学房的一个逻辑 其实很多 像新区 是没有这样一个学学房的一个概念 嗯 或者说它还是进回处 对 就是上学方便 嗯 是的 但反正你们周边 学校的学学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都有 对好像是有国际学校 所以像学进这边 其实除了一些 民办私立也 还有一些国际学校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的学校 技能是比较多元化 其实凯文也可以跟我们聊聊 那你印象中 学进这边的国际学校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嗯 经常来我们店里的一个老师 叫 叫Brian 他是在美国学校 教社会学 他想去中国那些 不为人知的旅游景点 嗯 他想把这些东西 作为照片素材以后 带给他的学生 我觉得这种 这种听下来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感触 非常感动感 ok 那所以他的学生 是 那一般都是外籍的 没错 没错 那这边外国人比的多吗 有外国人 也有 港澳台胞 嗯 也有就是海贵 那他们一般住在哪一边 就在咱们后面的盘龙天地 一期二期三期的 哦 因为这有别墅区 对 有别墅区 所以这边的商业 业菜也很多 原根本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边的业主很多 嗯 由外籍设施 真的感觉是一个大社区 对 大家庭的一个感觉 对 听得出来 不管是在这生活 还是在这经商 还是更满意 当下的这样一个状态 ok 那我们再聊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 嗯 房价 哈哈 来 聊聊徐金的房价 最近的房价 嗯 当时买的多少钱 我们买的是 金价是6.25 21年年底 积分最高 价格最高 对 6.25 但是跟现在的二种房价比起来 你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二一年之后疫情前后的那段房价 徐金有多疯狂 三四年前又开了那期大风潮 就是因为如果你未来徐金的这个房价 能到十万吗 嗯 真的到了 哈哈 十年之家 当时大家都说啊这个徐金 为什么这么贵啊 很多市区都贵了 是 就是 嗯 现在可能回顾到一个偏比性的一个市场 你们觉得徐金的房价值十万一千 嗯 我实际也不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真的 要有十万的话我贵手不买四千 哈哈哈哈 哇 这是真实业主 啊 这个还是很实秤的啊 可以可以 人家是有 人家是买了房子的啊 都不是不值十万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再总结一下 像徐金这个板块大家觉得 它未来会是什么 我会希望它是就更加的就是多元化 或者说更加的热闹一些 嗯 可能除了盘龙天地这个周围 比较热闹一点 对对对对 再往外走可能就 对是 我觉得一方面是热闹 那热闹的定义可能就是说人多 人多其实不代表就是说人际关系更加密切 那人多只是说哎 我游客来这边玩 我市区来这边打个卡 我觉得这是热闹的定义 嗯 但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社群的紧密 嗯 因为我们这边呢通过跟当地业主的聊天 也发现这边有运动社群 嗯 我们在后面 嗯 就有一个Frisbee 有人飞盘 有打橄榄球的 嗯 有美国学校英国学校的老师 就去那边教Baseball 教棒球 嗯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社群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当地的居民回到家里以后 感觉会更加的像是一个家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比市区 住在市区最大的一个差异 我感觉大家对许晶的这个未来期望 我以为说哎呀这个房间怎么搞的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基建配靠地铁啊 好像不对 这个狗位手 比起咱们好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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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字法到了一定的高度 收法了收法了 收法了 收法了 嗯 这么样的大家的这个期望 还是比较生活化 嗯 比较接地气的 那也希望许晶在发展过容易 除了速度 咱也不要忘记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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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关注的温度 对吧好吧 真的是做的更细致化一点 嗯 OK那最后呢 再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看视频的各位 可能很多朋友 都在关注许晶的房产市场 嗯 哎我游游我要不要在这生活 要不要在这工作 嗯 租房买房 嗯 来给个建议 在许晶这个板块进行一个生活化 是非常舒适和便利的 我觉得这边生活的 比较自然一点 嗯 比较 惬意舒适一点 嗯 我也经常观察这边生活的状态 啊 如果狗狗就来店里 这边非常宠物友好 嗯 它的前瞻度还是蛮高的 反正大家还是 对许晶很认可 OK那这一期和本店人聊一聊 我们就到这里聊 然后最后呢 也提醒大家 虽然刘娃尽我所能啊 找了很多视角 来聊这个许晶这个板块 都会怎么样 那但是以下呢 也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些建议 参考 我还是希望大家 你对这个板块 感兴趣的话 亲自 对 来生活一段时间 来看一看 来多逛一逛 不只只看房价 也不要只看这个小区本身 对 了解一下这边的风土温情 感受一下温度 感受一下温度 这个应该会更准确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最后呢不要忘记预约我们的 徐晶板块探秘的正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